香港的天氣通常一早一晚會比較涼爽 而且下午會比較熱 如果我們在戶外通常會用洋蔥式的穿法 洋蔥式的穿法就像洋蔥一樣可以拆開 我們會有一件保暖的底衣 去做最仔層的保暖 中層的話我們會有一件保暖的外衣 果然是不同時可以穿著和脫脫 外套是一個防水外套 我們可以防水防風 如果遇到惡烈的天氣時可以隨時穿著 我們最底層的內衣 選擇的方式很簡單 最重要是保暖 好像手上這件一樣 主要是有羊毛在下面 這個可以保重我們最底層的溫暖 比較柔軟一點 中層的外套我們可以選擇的物料 包括乳涌或者飛屎 最重要是可以容易穿拆 而且可以收得更簡單 如我們遇見惡烈的天氣 例如下雨或者很濕冷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件防水和防風的外套 我們在戶外的時候 有些地方我們需要加強保暖 因為我們的頭、手、頸或腳 都會比較容易失溫 因為我們的血液情況比較差 而且頭部位置會比較容易散熱 所以我們在戶外當中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穿保暖的帽子 或者是我們一些運動的頸巾 可以穿著頸部保暖 都需要戴上手套 在我們露營或者戶外活動當中 我們有時會是靜止的 其實我們可以在中層裏面 再加強一點 例如我們可以穿一些厚一點的羽絨 或者有些不同功能 例如有些反射機能的羽絨絨衣 有時我們要留意一點點的事 例如一個女性或小朋友 她們基本上抗寒能力比較低一點 因為女性的脂肪在胸部比較豐滿 所以保暖能力是好的 但相反地從腳來講 她們的保暖能力比較低一點 我們會在腳上穿上少許羊毛 可能這些羊毛保暖的物物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有些女性的話 她們本身的人比較怕冷 我們會建議她們可以穿一些羊毛的鞋 因為其實鞋本身已經可以加強我們的保暖能力 加上裡面有毛毛的話就會更加暖 另一件事就是可能小朋友 我們都要把小朋友的保暖裝備加強一點 例如我們拉帽或手套 我們要厚一點給小朋友用 在香港的天氣有乾凍和濕凍之分 乾凍的話其實只是冷風比較強 我們防風的部分就要做得好一點 但如果濕凍的話 我們除了防風之外 我們還要加強防水的效果 因為風吹過來也是濕的 我們其實在防水方面也要做得更加好 就像我手上這件一樣 三合一的這些穿法 配合了底層 亦可以有防水的效果 還有洋蔥色的穿法 防水和防風的外套都完成了 我們下期見 最大的侮辯 在內地下 太陽又會分析 我們下期見